好 但你持續來關注這個中台天圖 目前持續朝台灣逼近當中 那麼在稍早5點半的時候 氣象署也發布了路上颱風警報 首部範圍就涵蓋了台灣的南部 包含了屏東 恆春 半島 那麼我們現在抵達的是在台東的海濱公園這邊 其實在台東這邊也是首當其衝的 那麼稍早大概在5點多的時候 天色還沒有這麼的暗 但是那個時候雨勢還沒有這麼的大 大概只有間歇性的降雨而已 不過來觀浪的民眾就說 其實今天來到這邊觀浪 這個浪明顯的有增強 來帶你聽一段稍早訪問 因為它現在路徑又更貼近台灣了 會不會擔心說明天就是行程受到影響 當然會啊 那怎麼辦 就待在旅程裡面了 不然呢 這種天氣也不能出門了 了解 那方剛才趁著風雨比較小一點的時候 然後來這邊觀浪就對了 對啊 因為之前有來過就覺得 你不要死給我啊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這間浪有比較大嗎 有 有 大很多 變很大 然後很恐怖 怎麼說啊 為什麼覺得很恐怖 就是因為剛才的時候 它浪衝到我腳 然後是站在很後面的地方 喔 那你之前有來過嗎 有 有來過 之前沒有這樣 之前沒有這樣 好 可以聽到呢 剛剛民眾是說啊 之前就來過這裡 但是今天來觀浪 其實這個浪其實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那麼呢 距離剛剛的訪問 其實也才半小時左右 這個天色其實暗得非常的快 那麼天色逐漸暗下來之後呢 這個後面的這個海浪拍打上來的聲音 其實也是越來越大了 因為這個天兔颱風啊 離我們台灣是越來越近的 但是這個路徑呢 不確定性還是很高 從這個細節預報上來看氣象署是說 這個路徑呢 可能呢 有直接北轉 或者是往西偏 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在台東這邊呢 風雨呢 都是不容小覷的 雖然說現在是 雨勢是稍微停了一點 但是剛剛啊 其實間歇性的雨 還是蠻大的 那麼明天呢 路徑可能才會比較明朗一些 可能會北轉或者是往西偏 也不排除有可能會從台灣的南部來登陸 但是啊 暴風圈一定會從台東這邊來擦邊而過 氣象署也說 台東這邊沿海要防9到12級的強震風 那麼呢 稍後明天是不是要停班課 因為台東線這邊已經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了 是不是明天會停班課一天 也要等 稍後我們持續為您掌握 所以 您鈴鐵不防守 謝謝大家 謝謝 internship 您地點 Au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